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上去买的这个苹菇非常的新鲜 肉质很肥厚 做成美食肯定非常好吃 大朵一点的蘑菇带有根部 用剪刀剪去 剪去根部后 再把蘑菇撕成长条 剪成长条后 蘑菇杂质的时候容易入味 吃起来更加的美味 把丝成条状的蘑菇装到一个大碗里面 加入没过蘑菇的清水 下手把蘑菇清洗一遍 把蘑菇上面的灰尘杂质洗干净 蘑菇洗干净以后 先捞出来 再重新倒回碗里面 加入一勺食盐 下手抓拌均匀 抓匀以后把蘑菇放在一边腌制五分钟 腌出水分 这样可以去除蘑菇中的炒酸 也可以提前让蘑菇入味 五分钟后来看一下 蘑菇腌出了很多水分 把蘑菇拽在手心里面 把水分稍微拽干一点 像这样就可以了 装在盘中备用 接下来调制面糊 到碗里面加入50克的玉米淀粉 25克的面粉 再打入一个鸡蛋增加营养 加适量的食盐 先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这个时候面糊是比较粘稠的 记得再少量多次的加入清水 每加一次都要搅拌均匀 淀粉与面粉的比例为2比1 炸蘑菇调制面糊 加入淀粉可以让表皮口感酥脆 加入面粉可以增加面糊的稠度 让蘑菇上糊后不易脱糊 最后调好的面糊是像这样顺滑 无颗粒 提起这个铲子 能够顺利流动的状态就可以了 面糊调好后把蘑菇倒进来 搅拌均匀 让每一朵蘑菇都能够裹上一层面糊 搅拌均匀以后来看一下这个比例的面糊 能够很好的把蘑菇都挂上面糊 不容易脱僵 接下来就准备下锅炸制 起锅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大火把油温烧至五成热 就是筷子放下 能够冒密集小泡泡的时候 转中小火 把蘑菇依次下入锅中 注意一定要一朵一朵的下 防止粘粘在一起 蘑菇全部下入锅中以后 用筷子翻拌一下 让蘑菇受热均匀 如果有粘连在一起的 要及时剥开 转中小火慢慢炸制 大概炸个五六分钟 把蘑菇炸制像这样 表面微黄 可以先捞出来 继续开大火把油温升高 锅里面有面粉的残渣 用肉筛把残渣捞干净 把油烧至冒清烟 下入刚刚炸好的蘑菇 大火复炸15秒 复炸可以让蘑菇的口感 更加酥脆 凉了也不会回软 杂质的时间不用太长 看到蘑菇的颜色变身 马上就可以捞出来 装盘控油 一道美味的干榨蘑菇就做好了 吃起来外酥拟嫩 而且还特别的入味 下酒下饭 当小零食都特别的不错 想吃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 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